3 2 1 倒數3 2 1 紫時11點05分一到 正蘭宮外頭的煙火四射 大小媽 大小媽9天8夜遭境正式起架 新途也熱情的迎接鸾叫 除了正蘭宮董事長 言清標一同扶叫的 還有兒子言寬恆 跟台中市長盧秀燕 而這也是言清標起架宴之後 第二度跟醫院請假 親自扶叫公送媽祖出塵 因為疫情大解封 讓近年參與盛世的信眾 倍增突破20萬人 廣場擠得水洩不通 人潮涌擠到幾乎沒有空隙 不過起架之前 言清標的海上自食時 臉色看起來就有些虛弱 直到扶叫出廟門 萬人簇擁之下 不只是懶叫寸步難行 言清標也開始喘不過氣 過程中言清標身子站不太穩 疑似是人潮擁擠 再加上太悶熱 有身體不適的情況 一度換兒子言寬恆 接手繼續伏教 起架這一天服教換手 讓言董事長身體狀況 也備受外界關注 隔天言清標也回應 當天是被鞭炮的煙嗆到 所以才到一旁稍微喘口氣 大約十分鐘過後 就回到廟內休息 並且表示目前都沒有大礙 也謝謝大家的關心 TVBS新聞 陳怡君 陳如仙李蔡飲 SNG角度台 中草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